在她的眼中 姐姐不是親人 卻勝過親人 應該把我當成她的親妹妹 當成我最好的閨蜜 在姐姐的口中 她是好妹妹 卻更像小跟班 天天的她就給我洗衣服呀 做飯呀 合伙開店 她們一拍即合 卻從此生分 她的朋友幾乎都是免單 我說你真的要不想幹就快滾 姐妹花情斷胃盒 她怎麼問這是誰呀 她說的這只是我一個助理 別管她 重啟友情 她們彼此又該如何面對過去 她又說你二人死了 我也跟你一起去 因為她的世界裡只有你 有請主持人圖蕾 有請主持人圖蕾 真情之切 重新開始 謝謝你們都來了 歡迎來到重慶衛視 謝謝你來了 我是圖蕾 歡迎所有來到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歡迎你們 好 來認識一下我們的三位嘉賓老師 著名的心理專家 百彥儀老師 帥氣的媒體評論人 西蘇斯老師 著名的主持人 吳斌老師 好 來看到今天的故事 我們認識五年了 她當時宿舍比較小 一直跟著我的皮靈好嗎 我就拿她當個親妹妹呀 後來我們一起開火店 自己就認為我比她大嘛 肯定比她懂得多 後來我脾氣真的太臭了 把她罵走了 兩月都沒回來 這五年了 我打過她 罵過她 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挺對不起她的 又是女人之間的友誼 又要再提出我那句名言嘛 女人是沒有友誼的 片子當中的這位所謂的姐姐 特別後悔對妹妹曾經的不善 那到底有多不善良呢 我們首先有請出貝智仙人 佳佳 知道今天來幹嘛的嗎 知道 來幹嘛的 姐姐要道歉 姐姐要道歉 你開心還是不開心 當我聽到她想跟我道歉的時候 我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她當初那樣對我的時候 我想有一天她有造我道歉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 你想過好多遍了 她到底對你幹了什麼 當時我們兩個人真的就是挺好的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受她的恩惠 一直覺得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覺得應該把我當她的親妹妹 當成我最好的閨蜜 但是她呢 當我面當著就是外人跟我說 這只是我一個丫鬟 只是我一個傭人 說丫鬟太難聽了 都在別人面前侮辱你 對 不尊重你 對 還有別的嗎 還有拿板凳砸我什麼的 拿板凳砸你 對 那不是虐待你嗎 也談不上什麼虐待 她以為我不信任她了 她只是 你們最後一次發生不愉快的事情 是什麼 就是當時我們開了個火鍋店 因為平常我們倆住在一起嘛 那一天她跟我說 姐姐你先回去吧 我有個朋友要來 當時我覺得平常咱都一起回去 這次為什麼要我先走呢 當時我就沒有走 我就在門口就是看著她 她一回頭看到我在門口 覺得我不信任她 上了拿板凳砸我來一句 家家 你幹什麼你解釋 你不信任我是嗎 不想幹完 立馬給我滾蛋 她能把凳砸你 她羞辱你 她讓你滾 你能原諒她嗎 你覺得你能嗎 她叫靜靜是吧 對 來 我們掌聲歡迎靜靜 我怎麼感覺這才是妹妹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哭什麼呀 我 你欺負別人你還哭 我終於可以看見她了 你終於可以看見她 走了多久沒看見她 我已經兩個月沒看見她了 沒看見就沒看見 你讓人家滾著呀 咋的了 又想她了 你為什麼拿板凳砸她 因為那一次大晚上呢 我有一個朋友說 靜靜那個你在店裡等我 我跟你有點事兒 別留別人了 然後我讓她回家 當時她不願意了 我不知道她在外面一直沒有走 她等到八點多 然後我朋友也沒有來 我就蹲著穿著 我就看見後面有影子 在那飄來飄去 之後我就拿了一把掃子 剛走到那個台子中間 她就站過來了 說不用找了 是我 當時我就特別生氣 我說你是不是又想跟我對賬 以為我私吞錢 當時我就拿著把那砸過去 我說你什麼意思 我說你真的 你要不想幹就快滾 我說我可以給你錢 就這樣 你們倆是合夥開的火鍋店是吧 對 當時我掏了五萬 她掏了兩萬 她是小股東 對 你是大股東 對 然後你在別人面前 說她是助理 說她是丫鬟 都是因為她是一個小股東嗎 就是因為她經常住我們家 然後住了一共四年了 然後也沒地方吃飯 然後經常花我的錢的時候 後來慢慢的她自己 那時候砸了兩萬塊錢 我們家那花 之後天天的她就給我洗衣服呀 做飯呀什麼的 所以你覺得她是個丫鬟是吧 當時就這麼認為的 然後習慣了之後 我就在外面也是開玩笑 就是那樣說 說她是我助理 是我丫鬟 你們倆為什麼會開火鍋店呢 當時我們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我是一個銷售經理嘛 她只是一個前台小助理 之後她跟我說 這24小時三半倒 一月才贈兩千多塊錢 我真的不想幹了 然後我說要不 我們倆一起開個火鍋吧 兩元小火鍋肯定賺錢 她說我沒有多少錢 我說那你就沒錢的出力 我有錢的出錢 就這樣我們倆一起開個火鍋 啥火鍋店 就兩元小火鍋旋轉的那種 兩元小火鍋 就麻辣燙那種吧 對對對 是吧 就是那樣 有一次那個刷牆 我買的漆料都是特別便宜那種 畢竟我們水電費還沒有交 她在那就說 你看這裝修這麼破誰來呀 然後她說 咱們換點好的吧 咱們去貸款 我說你別給她說風涼話行嗎 那天我在貨漆 然後她在牆上刷那個漆 然後她說 這麼破誰會來 跟你也倒楣了 當時我的脾氣一上來 一股氣 然後我都把那個漆 踢在她身上又踢了一地 轉天 我就看到她自己 就躺在一個破沙發上 我買的二手沙發 沒蓋背 自己髒清洗躺著哭了 然後牆上就還差 那麼一小塊 然後就擦點去 就她都幹完了 對 全部幹完了 然後那個地上 全部都弄乾淨了 當時我站在那台子上 就哭了 覺得特別後悔 簡直我太不是人了那時候 太不是人了 你說你活兒也幹了 你幹嘛說那話幹什麼 本來一開始 小本生意就應該節省一點吧 我覺得大家的健康才最重要 因為她氣真的特別不好 我就覺得買點好的 她跟我說 你如果有錢 你投個十萬塊錢 我弄個水晶都行 那你幹嘛說跟著她很倒霉呢 我覺得當時我是 因為她讓我辭職之後 我就讓我專心幹這個的 我其實是為了賺錢 把那好的人們來的也多 而她呢 她沒有辭職 她有工作 而且我沒有 我專心就弄這個火鍋店了 你是已經沒工作全職幹這個 對 她還有工作 對 這是她讓你辭職的 是你自願的 她讓我辭職的 你為什麼留份工作 讓人家辭聴呢 因為那個 我不是24小時在那兒 我每個月就是提到40%多 然後我就不用天天在那兒了 我每天中午都可以過去 她是24小時三班倒 我知道了 天天在那兒是這樣 我的意思我知道了 你之所以讓她辭聴職 是因為在你心裡 她永遠是助理和丫鬟 對 就是那時候是這麼認為 那時候是這麼認為的 但你也就辭了 是吧 對 那東西都是你熟識的 刷那牆 對 委屈嗎 委屈 當時我自己在一邊刷的時候 也一再哭 我想像那個場景 是蠻像落難丫鬟的 一邊哭哭氣氣在那兒刷刷 完了 渾身髒兮兮的擦地 然後整個人疲憊不堪地 躺在那個二手沙發上 像是像個丫鬟 你跟我說說這個公款 這是怎麼回事 楊維 就是開這個火鍋店 我是個小股東 他是個大股東 大什麼呀 五萬塊錢 從來就是不讓我對賬什麼的 他不讓你看賬本 對 就是天天我在後面穿菜 我天天四點鐘就起來 就去店裡就是上菜啊 還有穿菜什麼的 而他每天都到中午才去 就看一下賬本就走 你也是股東啊 你又不是僅止是員工 他可以當甩手掌� 很貴 憑什麼都你幹啊 是 當時我也這麼嫌 我私得知 我自己 我在那上班真的挺累 我其實私得知以後 我真的能當個老闆 能輕鬆一點 但是我沒想到 我過來是給他打工來的 那打工就打工吧 為什麼賬本還不給你看呢 他說我沒有資格看 他憑什麼沒有資格看 他說兩萬塊錢 他好歹得占了三分之一呢 當時我就這麼忍 他天天拿我朋友說事 然後天天在我兒子 你天天請客 吃飯咱們店裡賺什麼錢啊 當時我一生氣 我說你要是不服 你都快給我滾 當時我說這挺自私的 你就只會說滾了是吧 他什麼朋友吃飯 就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對 每次就是差不多一個禮拜 來個兩三次吧 幾乎都是免單 蹭飯吃啊 對 都是免單啊 對 兩元錢火鍋本來就沒什麼錢賺 還免單 對 每次都免單 你憑什麼免單 你也是股東 你可以反對啊 他說我是大股東 你沒有資格 你不服你就給我滾蛋 每次都這麼說 你可以跟他們要錢嗎 那天我就去了 他們朋友快吃完的時候 我就過去要賬 他把路就給我截住了 吃了多少 吃了二三十塊錢的 雖然不多 還有喝酒什麼的 就是幾個人加起來 都一百多塊錢 那也得要啊 那小本身 當時我就過去要收賬 他就一把把我拉住了 來去 家裡你怎麼這麼不懂事啊 都是朋友要什麼錢啊 我說的 咱這些店還幹不幹咯 咱就小本經營 你說的這二三十塊錢 這家所有人吃 總共才一百來塊錢 我不收錢 我賺什麼呀 是啊 賺什麼呀 今天來免單 就是當時我就是面子 面子這個問題 然後我朋友就是一直鼓勵我 還說這才是我好姐妹 當時我怎麼跟他們要錢啊 然後他在那拿集團機 我肚子還在那算 我脾氣不是大嗎 我就拿起集團機 都給他砸了 大股東 賬本還不給人家 你從來沒看過賬本啊 沒有 到現在都沒看過 看過就是因為 上次他拿公款 你可別看了 肯定慘不忍睹 那公款又是咋回事啊 其實天天我在穿串 我都知道一天收入多少 那天我就覺得 那賬越來越不對 我覺得一天應該收入點錢 一千呢 五百的 我覺得差不多的 我穿了這麼多 怎麼沒見到錢呢 但是真的 那天我看就是沒有見到錢 我上來我就把賬本搶過了 我說怎麼回事啊 他說 我就拿錢沒假去 怎麼地吧 那指甲我看看 你又拿錢去沒這個是 是吧 是啊 你又不用穿串 我當然沒假 你也有指甲啊 我自己染的 你是染的 他那是美的是吧 幾塊錢 幾塊錢 你那要多少錢 沒假 二百多 二百多 憑什麼你二百多 人家就幾塊錢 那就是串串的手啊 兩百 他還理直氣壯的呢 他說我是大股東 我拿了 我該花我自己錢 就是跟我說這個 你怎麼說得出口 因為那時候 他回來正好 我看他偷著給他對賬 我當時我脾氣 我就不打一出來 然後我說了那句話 讓他滾 那你那兩百塊錢 補回去了嗎 補回去了 你不止一次吧 這是抓著的一次 沒抓著的那誰知道啊 我每次就是說 就隔點 你每次 你跟這種人能賺得到錢 我請問你 店開了多久 開了也就半年多 你分過紅嗎 沒有 你拿工資嗎 很少 很少 你一個月拿多少錢工資 剛開始開業的時候 生意真的挺好 一個月 一個兩萬塊錢 我能分個幾千塊錢 後來呢 後來我就發現一個月 就掙不了兩三千塊錢 我分的才幾百塊錢 都沒假去的嘛 對 所以我才要跟他對賬的 本回來了沒有 沒有 開著嗎還 關了 關了 怎麼關了生意不好 不好 一月讓兩千塊錢 而且連租店的錢都給不去了 我要是你 我就把他穿成串 太過分了你這人 你回本了嗎 沒有 對 你的本都給那些朋友給吃掉了 是吧 你們倆還有什麼矛盾啊 除了這個火鍋店的事 有一次 他的男神就挺著吃飯 然後我們倆就到了飯店 到了飯店呢 他就在那一通點 特別沒出去 我感覺我這面子都放不住了 我說你太丟人了 他就還在那點另一道菜 特別貴 我說家家你有點出去的話 我說你就別點了 然後那男的也是看了我一眼 當時我說你還有羞有騷嗎 你真的挺可耻的 我說你的肚子都多少圈了 怪不得沒男的喜歡你 當時他就哭了 太丟人了 他居然在你男神面前說你好多圈 你不氣嗎 你當時不跟他翻臉嗎 當時就是 因為我們一兩次吃飯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就在那點菜什麼的 到時候我就跟他吃 其實我就想他幫他參謀一下 而他就在那兒使我 說一直使我一直使我 到時候我還急著給我來講 你有沒有羞恥心 當時我真的想找個提供做下去 他為什麼問你有沒有羞恥心幹什麼 這就行 我把他喊去了 我自己還在那吃吃吃 我的天哪 你太過分了吧這 他還羞辱過你什麼 還有一次過完年 跟朋友吃飯去 就是地暖什麼都挺熱的在屋裡 就是我穿著這種帶拉索的鞋 然後我就把它拉開了 因為我是漢腳嘛 就是也挺臭的 然後我就拉開了 那你拉他幹嘛呀你臭 當時真的就是特別的臭 我真的我自己也知道 旁邊人都沒有說什麼 他跟我來一句 那一句說 家裡我求你把鞋穿上行嗎 臭死我了我飯還怎麼吃啊 當時就給我對面的人 和了個座位 這是你不太自覺的 你看吃飯呢 那個裡面天暖地熱的 這麼熱 你說你放毒氣 對不對 就蚊子蒼蠅死一大堆的 你看這次你有點不太自覺 我覺得這個我還稍微可以 你笑什麼笑 剛才那時候肯定是你不對 這事我覺得我也受不了 你知道你是漢腳 你幹嘛拉開呢 不是 當時我就把它拉開了 我腳也沒有出來 你還想出來呢你 不過他確實對你是有點過分 但我想問一下 你怎麼能夠這麼忍他 忍他這麼久呢 因為我十四五歲就出來打工了 你什麼家庭 普通家庭 因為我下面有個弟弟嘛 家裡對我就是也不算特別重視 然後我爸爸媽媽帶著弟 就去外面上班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著外婆 生活我覺得也不太好 就出去打工了 那時候我在飯店當服務員吧 他是個收銀 當時我覺得特別苦就上班 然後他每次都幫我找另一份工作 到後來找了一個就是錢財的活 然後他在那裡當銷售什麼的 當時我覺得他對我特別的好 而且我就是在外面生活那段時間 他覺得我一個小女孩在外面太苦了 他就說你去我們家住吧 當時我就跟他去他們家了 他爸爸媽媽對我特別好 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樣 給我做吃的 做東西 當時我就覺得特別溫暖 後來我就覺得 他是最好的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最好的姐姐 就拿他當自己的親姐姐似的 你就覺得他是最關心你的人 對 當時 比自己的家人更關心自己 對 所以我覺得他是最重要的後來 既然他對你這麼好 這麼關心 你為什麼要去侮辱你呢 我剛開始真的以為 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只有那一次跟他朋友出去 當時他朋友問這是誰呀 他說的 這只是我一個助理 沒事 就是別打理他 別管他 你現在是幹什麼的 我現在在我爸爸場子工作 你是什麼職務 我現在是會計 會計也有助理嗎 開店的時候一直 就是為了我自己的面子嘛 但加上他天天跟班一樣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在一個小助理 然後他天天也不敢說什麼 你幹嘛今天來呀 我 你什麼讓你良心發現了 就是有一次我得抑鬱症 你 對 跟你相處的人應該才能得抑鬱症嗎 你得什麼抑鬱症啊 我感情失戀了十年了 十年了 我接受不了 我自殺了 吃了安眠藥 然後沒自殺成 洗完胃之後 我就得深度抑鬱症 然後有一次我終於病倒了 就給我拉醫院去了 當時他就說 你要是死了我也跟你一起去 就晚上我睡不著覺的時候 他一直趴在那個床頭上 就是說 你快睡吧奶奶 你要不睡 我第一晚上都會哭著死 他就在那睁著眼看著我 就怕了 叫你奶奶 嗯 就我們的家鄉話嘛 你是天津的嗎 對 然後我當時被感動了 我真的哭了 我說 這要是我男朋友都不會嫁對我 然後比我爸媽那時候 對我還要好 就是有一個破面子 從來沒跟他說上謝忌 還一直在那裝 一直還 還到後來還要罵他 嗯 因為他的世界裡只有你 是吧 你現在的世界裡只有他了嗎 因為爸爸媽媽的世界裡 只有弟弟嗎 是吧 你幹嘛叫他奶奶 你是有多恨他 是 當時我 當時他一直不睡覺 嗯 然後我也挺困的 我說奶奶您快睡吧 要不我也睡不了 我真的害怕他再想不開 你看 其實在生活當中 倒是小的照顧大的 這大的反倒不懂事 來 吳斌 在你們兩個之間 我覺得大家對於這個親子 親姐親妹理解真是不一樣 靜靜的理解是覺得 你是我親妹妹 我就隨便使喚你 你就也聽我的 因為你是我親妹妹 對吧 但是在家家眼裡 就會覺得 這個什麼叫親呢 叫做有恩與我的人 就叫親 即使這個恩之後 有種種種種種的 不堪的那些事情 但是他還是覺得這是親 因為你是我親姐 所以你做什麼我都原諒你 大家的期待不一樣 所以這個親子 咱不隨便說 好嗎 朋友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朋友往往就是 我們情感上的一個鏡子 或者是一種補充 那家家 他為什麼能夠忍受 靜靜的壞脾氣 是因為壞關係 也比沒有關係要好 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 除了你的姥姥 剩下的爸爸媽媽弟弟 應該跟你有至親至愛的 關係的人 卻連壞關係都沒有 所以在你的情感世界裡面 最恐怖的關係 是沒有關係 有一個人願意接收你 讓你住進他的家裡 對你不好一點 沒那麼尊重一點 打一點罵一點 有什麼呢 反正也比沒有關係要強 你把這種朋友關係的 這種標準 門檻降得太低了 但是這種低不是你的錯 是因為 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 缺少的溫暖 缺少的愛太多 你看你的姿勢 看徒弟老師也好 看對面也好 永遠是半昂著頭 這麼看挑釁地看 這是一種什麼表情 典型憤怒的表情 你內心當中 有那麼多的憤怒 所以家家 如果你在社會上 要再去交朋友 不管是誰 如果你把情感關係的標準 這麼低的話 那別人一定不會給予你 特別多的感恩 如果有人旁邊天天給我洗衣服 給我做飯 還叫我奶奶 我得嚇死 我得怎麼還啊 我離這樣人遠點 為什麼他能接受 凡是得抑鬱症的人 不管他的事件起因是什麼 大體在他內心深處都缺乏三種東西 一種是尊重 一種是個人價值 還有一個就是自我定位的錯位 尊重沒有在你身上看到 那我估計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 可能也沒有得到過真正的尊重 可能只有的是溺愛 價值呢 你爸爸媽媽那麼有錢 你不用去做什麼太多的努力 就能夠獲得比你收入 要好很多的物質生活條件 你沒什麼價值 個人定位 大小姐 所以在你的內心深處 你的這種錯位和缺失導致了 你就需要這樣一個朋友 來出現在你的身邊 來去補充自己內心當中的這種空虛 所以朋友 不論它是什麼 我們應該學會珍惜 因為一旦失去 可能打碎的 不僅僅是對方內心當中的美好 也是自己內心當中殘存的善良 謝謝 謝謝 他們剛開始那故事 特別像兩個女俠登場 一般在小說裡 女俠一般PK都是為了男人 他們倆親自PK 就比較罕見 就是他們其實都想維護這友誼 你發現沒有 但都缺少維護友誼的能力 而且我嚴重懷疑靖靖讓家家住到他們家是因為他們家的保姆剛剛辭職 為什麼我這麼說有點刻薄 但在靜靜的世界裡就是保姆的世界 他整個世界都遇到人 他都會認為是他保姆 你看他的大股東當得多爽啊 我告訴你家家最大陰影是失去了人生中最寶貴的一筆錢兩萬拿命換的 你看道歉的是靜靜 靜靜失去了人生最寶貴的東西 不是錢 是唯一的朋友 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世界 你們知道友誼的靈魂是什麼 就是平等和尊重 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兩想聽靜靜說什麼 人生第一次說出比錢 比世俗中你牛他不牛 你超越這些 今天您說幾句朋友的話 非常非常重要 否則您不會有朋友 永遠 其實今天靜靜今天來道歉 不一定能夠挽回友誼 但是他必須對於不尊重而道歉 所以你不要期望今天道了歉 你們能夠和好如初 因為這個道歉你本來就欠他的 所以有什麼話 請在下一個環節把它說出來 謝謝你來了 嘉雅 不知道我配不配 請介紹我的道歉 請轉動禮物傳送代 請轉動禮物傳送代 你们俩大五岁 来 差礼物 看看是啥 就是我们有一次开演出 然后我们俩都听哭了一首歌 《患难见真情》 然后我们转天就去那个陆远鹏 就录了这首《患难见真情》 姐妹版的 你们俩唱的 对 《患难见真情》 他救过我的命 把我从生死中也算拉过来 有一次就有一个犯罪嫌人人 就是也差点拦了我们 然后我们俩就像逃狗一样 给逃出来 我们俩都像生死过来的人 生死过来 所以这首歌叫《患难见真情》 其实我觉得这歌名应该改一下 叫《真情患了难》 来 你们俩到这儿来 你们俩到这儿来 《患难见真情》是吧 对 还记得怎么唱吗 记得 来 唱一下 我听听 来吧 为了她 多少年 男人最怕一梦为红颜 多少年 喜诺言 姐妹永远白在礼制间 狂风中 最清醒 人在患难之中渐渐轻 终一起 真感情 我们天阳的女人 真心可必是圆明 你是和声啊 你不唱啊 你没唱啊 你没唱啊 你再唱一句 我听一下 全是她在唱 我每次唱歌 我就擦一两句 每次擦唱的时候 她是主唱 你每次是打个酱油 是吧 这个酱油你愿意打 但是在生活当中 人与人是平等的 你不是打酱油的 你们的友谊 由你们共同组成 你说呢 好了吧 今天 好了没有 以后不说滚了啊 不会了 是吧 你好好 你好好的疼她 你有一妹妹多好啊 姐姐好不好 好 行吧 姐妹俩好好处吧 再见 谢谢你们 现在我却想说谢谢你 现在我却想说谢谢你 让我更有寂寞 却觉得她的泪 终于一起 沉甘情 我们这样的女人 这些可别是圆明 嘉雅 请介绍我的道歉 在工作当中 在影视剧当中 在任务的分配当中 一定有主角和配角 但是在友谊当中 没有主词去分散 谁都是主角 记住 在友谊当中 不要太把自己当成事 也不要太把别人不当成事 彼此互相尊重 友谊才能天长其绝 好 如果您有任何遗憾 需要弥补 有任何抱歉的人 想说声对不起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欢迎你 帮助你 共同完成华丽转生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